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化作了一澎湃的滔天雪海 雪海致敬约十万公里 在罗峰体内世界的半空中 汹涌澎湃着 在化海之后的一瞬间 罗峰意识便感觉到 这雪海对周围失控的一种隐隐控制 只是 可能是借助机的缘故 对失控控制显然很微弱 可时间空间的感应 却极为清晰 显然有着极强失控天赋 大大 给我大 罗峰意识操控着雪海 可任凭他怎么尝试 雪海之径依旧只有约十万公里 连借助及皇子正常水准 八千万公里之径都没有做到 怎么会这样 雪海在半空中翻滚 金角巨兽 磨砂族分身都在草原上苦撕着 我的幽海分身化海之后 为何和九幽之主 一百零八皇子不同 体积明显没有那么大 罗峰很是疑惑 直径仅仅十万公里的雪海 若是仅仅十万公里的特殊生命 在宇宙中多得是 那些植物类岩石类 鼻子大得多得多得是 思索片刻 整合讯息 不对 九幽之主和一百零八皇子 他们和我似乎不同 天赋秘法化海 能够瞬间化海 也能瞬间变回原样 半空中翻滚的雪海瞬间恢复 变回之前的 高近万公里的幽海分身 幽海分身低沉到 可是 那一百零八座黄海 还有九幽之海 却是一万年都没有变过 甚至都没有移动过 九幽之海 直径超时光年 形成九幽时空 不近岁月以来 一直在祖神秘境 而一百零八座皇子的海洋 也是一直在九幽世界的核心 没有移动过 而且听混沌成朱老师说 九幽之主出去厮杀 死后 那九幽之海 会再度孕育出一九幽之主 可是 天赋秘法化海 或者是化海 或者是本尊 根本无法同时共存的 本尊被击杀 就应该直接陨落 如果能再度孕育 说明死的不是本尊 罗峰思索着 只有一种方法 才能做到像九幽之主那样 那就是 先化海 然后凭借创造天赋 创造出一个能量分身来 意识则大多 绝集在能量分身上 这样能量分身毁掉 则可以再度凝聚 而且九幽之海 为什么一直不移动 恐怕不是它不想移动 而是不能移动 罗峰迅速做出推断 若是能够移动 那么 九幽之主席带着九幽之海 纵横宇宙 那不是无可匹敌了 也就是说 九幽之海无尽广阔 同时也无法移动 罗峰迅速根据诸多蛛丝马迹 推断出来许多讯息 渐渐地 真相在罗峰面前展现 九幽之主和他的皇子 另有某种特殊方法 令他们化为海洋不断变大 而代价就是 无法自主移动 罗峰按道 虽然无法移动 可庞大体积令他们的神力 几乎无尽 成就了不死之身 像植物类 岩石类特殊生命 都难得移动 体积越是超大 就越难自主移动 像九幽之海这么大 没法自主移动也不奇怪 他们到底透过什么方法 化成的海洋变得这么大 直径近十万公里的雪海 在半空中不断震道 怎么才能从十万公里 变成八千万公里呢 这可完全是不同层次 八千万公里的海洋 能量可比直径 十万公里的海洋多多了 而且按照惯例 就算成就不朽 体积般是不变的 体型身高依旧是近万公里 化还就是十万公里 可皇子们 不朽及尊者及化为的海洋 却越来越大 宇宙尊者及皇子 最大的一个海洋直径 达到了一千零一十亿公里 九幽之主和他的皇子们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广阔草原上空 血海翻滚 尝试着各种方法想要变大 可都一一失败 幽海吸收能量也没法吸收 能量储备早就达到极限了 血海达到极限 想要扩张一分都做不到 九幽之主 你们到底是怎么将幽海 变大的 罗峰尝试了整整三天之后 最终发现 任凭他怎么试 都是失败的 要不去问问九幽之主 黑衣罗峰站在草原上 自嘲嘀咕着 仰头看着高空中翻滚的血海 这显然是个秘密 九幽之主刚刚诞生时 是没有这么大九幽之海的 肯定是摸索出了某种特殊手段 所以 连他的108皇子 都有庞大黄海 试验许久 罗峰只能暂时承认失败 那就看看第二秘法创造吧 能够创造生命 真是神奇 罗峰的意识完全和血海融为一体 刚力施展第二秘法 便感觉进入一新的领域 周围空间中有空气 地面上杂草等等 迅速都被解析 宛如看透生命本质 创造 一朵花在血海中诞生 创造魔杀族分身 罗峰尝试 然而当他观看魔杀族分身时 却感觉到魔杀族分身的构成 实在太复杂了 没法瞬间创造 创造花草之类的没成就感 得创造生命了 罗峰忽然有点沉迷于创造感觉 世界之力能演变花草河流等等 可那是一种演变 而天赋秘法创造 却是先看清其他物种的生命构成 然后透过天赋秘法 再复制出这种生命构成 形成新的生命 按照罗峰猜测 复制其他生命构成 应该是最基本阶段 高等的 向九尤之主 能创造出一个强大族群来 创造是很梦幻的事 虽说无法提高实力 可创造一个族群何等美妙 难怪做山客老师 会引导创出一个族群 罗峰按道 不过和他不同 我凭借的是天赋秘法 而作山客老师 却是引导原本就存在的族群 在一些特殊环境下 引导原有族群进化 进化出一个新族群 罗峰开始了试验 先抓来一些弱小生物到体内世界 这令罗峰很快发现 失力越弱 一般生命基因构成就越简单 越是强大的 生命基因太过高等 想要观看清晰都无比艰难 更别提复制 自己去构成了 久悠之主 先是化身为海 而后弄出一能量分身 和一族群来 罗峰在试验天赋秘法创造 半个月之后 也明白这一点 首先 想要创造一个崭新族群很难 生命构成是非常复杂的 久悠之主 可能不知道花费多少心力 才最终弄出一个很成熟族群 他的108皇子 估计也都得到传授 一一模榜 都没有去创造新族群 显然是难度太大缘故 想创造一个能够轻易就生长到 戒主的优秀族群 而且能诞生生命印记 有智慧 能自我修炼 单单一个生命 所耗费能量便很惊人 难怪戒主级皇子不创造生命 因为越是高等的 消耗能量越多 不过 最容易创造的还是自身的 因为雪海的每一份海水 都是由幽海分身化海而成 所以 雪海海水 本身就蕴含 幽海分身的生命极 那么如果再创造幽海分身 根本不需要进行生命构成 因为每一份海水 都蕴含这样的生命构成 创造 罗峰一时一动 哗哗哗 雪海翻涌澎湃 在雪海中顿时一赤裸身体出现 而后那赤裸身体消失 能量又回归雪海 创造 又一尊身高约百米身体出现 而后 消融回归雪海 创造 又一尊身高约一公里的身体出现 而后又回归雪海 一次次创造 最终发现创造出的身体 高度极限是在一千公里 就仿佛之前缩小化的幽海分身 不对 幽海分身的生命基因层次是三百倍 为何这创造出的新幽海分身 生命基因层次才三十倍 罗峰也发现问题了 新幽海分身身高只有一千公里 是之前十分之一 生命基因层次也仅仅三十倍 也是之前十分之一 似乎天赋秘法创造 还有点缺陷啊 罗峰也察觉了 天赋秘法创造 和宇宙演变诞生的生命 还是些区别的 即使完全复制 却依旧差点 天赋秘法根本没有 生命基因层次也降低九成 这才像样 若是又有雪海 又能创造和本尊一样强大 新幽海分身 那才是笑话 和雪海完全融合的罗峰意识 忽然感觉到 整个雪海都在自然而然吸收能量 显然创造出一尊新幽海分身 消耗了近一成能量 连雪海体积都小了些 此刻雪海在自动吸收恢复中 吸收能量 当雪海完好时 无法吸收能量 而损失之后 却能吸收能量进行恢复 罗峰忽然有了一个猜想 给我补充 赶紧补充 轰了一下 体内世界 汹涌的世界之力 迅速涌入雪海 仅仅片刻 雪海便吸纳充足 恢复之前大小 而且 再也不吸纳世界之力了 雪海已经完全恢复 旁边又是新幽海分身 二者能量同源 消融 新幽海分身又追入雪海 同时整个消融 消融后形成的雪海海水 融入此刻雪海 两股海水融合 顿时体积大涨 原本直径十万公里的雪海 顿时朝四周再度膨胀了些 令周围空间都受到压迫 而雪海所掌控的时空 范围也更大了一些 原来是这样 创造出新幽海分身 再让雪海恢复 让新幽海分身 消融化为海水 与雪海会合 自然变大了 罗峰顿时大喜 创造 雪海恢复 每经过一次扩张 雪海吸纳能量都能恢复到新界限 消融 汇聚 雪海再度有扩张 连续扩张十次 变回本尊 当罗峰轻易变回本尊时 却经常发现动不了了 就像一个兽子 能够轻易跳很高 当他拼命吃拼命吃 吃得很胖的时候 跳不动了 罗峰就有这种感觉 整个雪海似乎太大 无法恢复成本尊了 难怪 难怪那九尤之主 虽然一直死 可都能复活 因为他死的 都是创造出的分身而已 真正的本尊 是那变大了 不知道多少的九尤之海 罗峰完全明白了 不由激动不已 发出大笑声 整个雪海 每一滴海水都发出笑声 声音震天 消散 消散 大量海水分解化为世界之力 消散开去 片刻 便消散了之前增加的世界之力 又瘦身到了 致近十万公里 恢复本尊 罗峰这次一尝试 轰隆一下 一尊高达近万公里 优海本尊再度出现 这才是拥有三百倍 生命基因层次的 优海本尊 像创造出的 新优海分身 仅仅三十倍 生命基因层次而已 体积也是小了一号 九尤之主 在获得不死之身同时 也令他战力削减了 毕竟他在外战斗 靠的都是 创造凝聚出的分身 一尸一得吧 血海变大 是长期而稳定过程 将九尤之海变成这么大 肯定是经历了很久很久 要让九尤之主分散 消解神力 变成只有十万公里的直径 根本不可能 罗峰也明白 为啥九尤之主无敌了 本身就是宇宙之主 有积蓄神力 扩张九尤之海 令九尤之海扩张到直径 超过时光年 量变引起质变 单单着九尤之海 都能媲美宇宙 至强至宝了 唯一可惜的是 没法移动 秘密终于被我研究出来了 罗峰欢喜无比 暂且不及着化海 扩张海洋 还有另外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 让幽海分身 修炼九节秘典 罗峰可一直期待这件事 幽海分身生命基因层次 达到三百倍 而九节秘典 千五节修炼完毕 是达到四十八倍 一旦幽海分身修炼 那么理论上 可以达到一万四千四百倍 可是根据罗峰知晓的 就算宇宙独一无二的 特殊生命 也都是数千倍 接近万倍 万倍 这似乎是特殊生命的 一个极限生命基因层次 我倒是要看看 宇宙生命基因层次 真正极限 罗峰激动了 天哪 若极限是万倍 那么 幽海分身就能凭借 九节秘典达到极限 若是极限不止万倍 那么幽海分身 将会踏入一个 崭新未知领域 自己怎能不激动呢 幽海分身 真正踏足宇宙生命基因的极限 罗峰愈加期待 当然 前提是 幽海分身 得能修炼九节秘典 它虽然是特殊生命 可也是血肉类生命 一定能修炼 罗峰如此念叨 却又怕宇宙运转法则的 压迫限制 毕竟地球人本尊和金角巨兽分身 其先身份都是普通生命 而且修炼到现在都是数千倍 而这一次 却是有资格挑战传输中的极限的 开始 幽海分身的高近万公里的身躯 盘膝座草地上 开始修炼起了九节秘典第一节 若是能修炼九节秘典 那么 幽海分身也将是强大战力 可若是不能 那么 注定只能去干修炼和后勤神力供应 这两个方面了 成了 幽海分身 忽然发出震天大笑声 我的生命基因在九节秘典修炼下进化 好神奇的九节秘典 坐山客不愧是宇宙最强者之一 罗峰郁佳佩服那位神秘莫测老师 同时也对宇宙最巅峰的一群存在感到忌惮 坐山客能创造九节秘典 那么 其他的宇宙最强者们呢 我现在 和他们差距还很大 先慢慢修炼追赶 至于其他的 等有了和他们对话的势力再说吧 罗峰郁懒得多想 继续去修炼 他只知道 自己势力远远不够 只是自己的确很幸运 先研究出了幽海分身 变成超大海洋的办法 现在幽海分身 又能修炼九节秘典 能修炼 可要修炼完前五节 却需要很长时间 幽海分身比金角巨兽分身体积还要大 进化起来更慢 即使罗峰现在经验十足 可按照速度 单单一节进化完毕 就需要百年时间 听众朋友 本集播放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今天的节目 感谢观看